这支球队就是伊斯坦布尔巴沙克城俱乐部 上赛季冲击土超冠军卫过之后 他们在本季决土重来 巴沙克城获集了大批欧洲五大联赛的过气球星 这其中不乏当年欧洲豪文的一流球星 同时也不乏还去中超闯到欧洲的知名雅将 目前23年联赛过后 他们以六分的优势领跑土超 独冠情势都好 今年以来更是取得了五胜一级联赛不败的绝交战绩 土耳其全新图狼 在经历西甲的跌倒起伏之后重返退抄 虽然他全一旦因为辱骂和推散裁判再高重罚 但是本孝季已经重整其组再次精神主力阵容 毕竟进入冲击联赛冠军的关键时刻 图狼的肆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刚刚遇过了35次生日的高歌前方高得高约 在圣赛季发呼出色 是巴沙克成队投后射手 保持了令人有力的进球顺利 虽然本孝季有些力不从心 但是依然发呼着愉悦 而在阿德巴尼身后 还有令人有力将运到大方 最近一轮土超连赛 巴沙克成三 运到圣布尔赛体育 刚刚再次重返土超的中超就将东巴巴用一次收获进球 今年以来四次替补出场 他已经在进二球 极插极用的特性 让东巴巴成为风沙克成封线工程达证的新希望 同期当季转会加盟的应用名中超就将罗比明奥 也帮分了自己的能力 这场比赛就一球软次助攻 极大程度上分布了巴沙克成队在分线上的攻击手段 虚假 拥抄的航门精力 也让他成为巴沙克成冲击土超冠军的力气之一 38岁的老家奥姆雷 则更像是土超版的证据 这位老队长本孝季已经无法保证首飞出场 但是他依然还在关键场次担任重要角色 过去两个赛季进球和助攻都有出色表现的他 本赛季虽然是颗力无收 但是越大之后关键比赛 他每楼仍然有爆发的机会 昨晚前荷兰国角欧利亚 前日式国角利略 前卓国国角塔什彻 和前法国国角克罗西 都是这真实一者联盟的重要成员 无论此前他们在欧洲五大联赛 经历了何种生意 现在都将为土超冠军和欧冠资格 招起最后的冲斥 土超联赛新科冠军即将诞生